这里是河北来水县城的西侧 一个古塔街上 我们去探访一座古塔 叫西港塔 从这过去吗 是 那边是有铁丝网的大院 这个小巷子感觉真好 来这走走好 住这就不觉得好了 我看资料的时候 正好看到昆仑刘石先生的视频 说这座塔 十多年前被盗了 也就是这附近的院子里 租了一间院子 据说有人真的从底下 就挖到这座塔下面的地宫了 后来警察发现 这个院子里有盗土 还有些古代的什么农具 瓦片什么的 可能他们是没发现什么 兴许是之前就被盗过 也可能是真的是盗走点东西 然后把那些东西遗留在这儿 混淆视听的 但是案子到现在也没破 不知道真的是盗走东西 还是没盗走 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塔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历史资料 也没有正式的名字 因为它坐落在 来世县城西侧一个高岗上 这边地名就叫西岗 所以这个塔就 就用这个地名叫西岗塔了 但是根据它的建筑构造特色 专家判定是辽金时期的一座塔 但是它的构造又和我们以前见过的这些辽塔 有很大的区别 到跟前看看 这就到跟前了 到了 塔离住户都太近了 你看这周围就都是住户院子 那边还有高楼 很近 我说这个古塔公园是去年才建好的 2023年4月竣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岗塔 06年5月25日 修缮西岗古塔碑记 2018年 塔身蓄密座上有莲花座 莲花座上的塔身是八角的 每个角有砖气的金床 但是没有经文 很多塔是密岩到底了 就密岩一直到塔顶 然后这个它是到塔顶还有一段距离 中间加了层阁楼 跟其他不一样 最上面一层 它是密岩室和阁楼室相结合的一个辽塔 而且很多条塔都是石心的砖塔 这个塔 应该是从里边有楼梯能上去 上到上面的阁楼里 它是个八角形的 搭着云梯爬上去 然后沿着中间的梯子 到上面的阁楼上去 你看那密岩 那个岩中间还有个窗户洞 密岩 这还有个窗户洞 塔身的门里边是空的 里边有楼梯 沿着楼梯一层层的就上去了 这座塔的短视频特别多 我看有人在这拍航拍呢 我非常不建议在这里航拍 不管是官媒还是自媒体 在这儿航拍都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塔的旁边一墙之隔 就在塔下面的这墙 就是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 大家都应该明白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再次呼吁 所有人都不要在这里航拍 这有碑临 说是这塔没有文字介绍 应该这些碑和这个塔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看看这个铁床 不懂这是什么铁 也没有年代 没年代没垮 这是民国的 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攒边独立骑兵团团长 这个比较古老 大金益州来水县 大名寺碑 名幻香咸慈祭 大多都是捐资重修一些文庙 这些碑记 创建石亭镇西楼碑记 光绪 大清光绪 重修文庙记 来水县重修文庙记 它把这些碑 全都集中在这弄了个碑林 能辨识的都刻出来了 对 因为我们的历史证实记的都是帝王将相 然后关于老百姓的这些东西 在正史里是基本没有的 所以这些碑在对研究民间文化来说很重要 再往左走 让太阳照到你的脸 让太阳照到你的脸 照着了 没有 这 哦 照着了 它被树挡着点了 对吧 嗯 往前走 这样 嗯 走近点人太小了 这都是蜘蛛丝 关注一毫米足迹 跟我们去旅行吧 这些摩托 那些摩托 我们去看看 那些摩托 那些摩托